释迦牟尼,佛教的创始人,民间俗称如来佛。 他的原名叫乔达摩·西达多,释迦牟尼是他的尊称,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的623年。 作为佛教的创始人,他的生平事迹使历史事实与神话传说纠缠在一起,所以更加的富有传奇色彩。 释迦牟尼是梵文的音译,也有译称释迦文。 释迦是一个部落的名称,意思是能、勇、蒙尼,也可以作文,意思是人、圣贤。 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成了能人或者是释迦族的圣人。 乔达摩使他的姓又一座渠坛,出身于沙地利种姓,源自于祖先乔达摩仙人的名字。 西达多使他的名字,意思是集采,玄奘解释为一切已成。 总之就是十分吉祥和有功德的。 释迦牟尼还经常被称为佛陀,简称佛,又称为佛陀、浮土,意思就是觉者、知者。 觉有三种意义,自觉、自己觉悟,觉他是众生觉悟。 觉行圆满,依佛法戒律而行,以至功德圆满,就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。 按佛教说法,只有佛才能三项俱全。 在佛经中,还经常用世尊来代指释迦牟尼佛。 世尊原是婆罗门教对长者的尊称。 佛教就用以尊称释迦牟尼,称他具有众多功德,能利益世间为世所尊。 而释迦牟尼还有一个流行的称呼,如来佛。 如来,从狭义上来说,他是专指释迦牟尼。 而从广义上来说,如来是指一切佛。 比如要施流离佛,也叫要施如来。 如,又称如实,真如。 指佛所说的绝对真理,事物的真相,宇宙万有之本体。 如来,即使从如实之道而来,开始真理者。 在密宗中,又把释迦牟尼称作皮卢遮纳佛,也叫大日如来。 将释迦牟尼比作永远不落的太阳。 释迦牟尼,也就是乔达摩·西达多。 他是古印度著名的王族后裔。 父亲靖范王,是加皮罗魏国的国王。 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与印度相邻的地方,是一个国土面积并不大的城邦。 母亲是摩耶夫人,她在回娘家分娩的路上,路过蓝皮尼远,生下了乔达摩·西达多。 这一伟大的日子,具体时间众说纷纭,有六十种之多。 一般认为,是生于公元前623年,灭于公元前543年。 近代对蓝皮尼遗址进行了发掘,遗址中央是摩耶夫人庙,庙内有摩耶夫人担子的浮雕。 浮雕传说,摩耶夫人途经蓝皮尼远时,见园中一棵大树,花朵香艳,枝叶繁茂,便举右手欲债。 这时,西达多慢慢从夫人右鞋降生,浮雕上面的画面,摩耶夫人左臂搭在侍女肩上,右臂举起攀树枝,右鞋上太子已露出上半身,天王侍女以金色衣在一旁报街,另有侍女提水平立在一旁。 这些表现摩耶夫人担子的雕刻和绘画很多,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。 当摩耶夫人在生产后七天不幸去世,西达多就由摩合波舍波体养育长大。 这位摩合波舍波体后来也皈依了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,成为佛门中第一个比丘尼。 乔达摩·西达多从小就在宫中过着舒适的生活,受到了当时沙蒂利贵族青年所受的全部教育, 后来娶了他的舅舅天壁成主、善绝王的公主耶稣陀罗为妻,并生了一个儿子罗后罗。 西达多的国邦虽然不大,但他毕竟贵为太子,生活是舒适忧郁的。 父亲对他也寄予厚望,想让他继承王位。 但是在十三年幸福婚姻的期间,他看到社会的残酷无情,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。 虽然经常在岩浮树下沉思,但是不得离苦之道。 于是在二十九岁的某个夜晚,西达多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,乘马出家修行,寻求找到精神上的解脱之道。 出家后,便访明师为了寻求解脱,然而始终找不到解脱的境界。 最终,在菩提茄业的一棵碧波罗树下,结家夫作进入禅定境界。 经过了七天七夜,也有说是四十九天的明思苦想,终于豁然开朗,悟出了宇宙,人生的真实本质,获得了解脱。 此时的他三十五岁,过去的西达多太子已经不复存在。 释迦族的圣人,释迦牟尼诞生。 此后,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传教活动。 佛陀在波罗奈城外的陆野院,想教陈儒等五人第一次宣讲佛法。 五人佩服的五体头弟皈依了佛教,成为佛陀最初的弟子。 这次说教,也称为三转法轮中的初转法轮。 转在此是宣讲义,法轮则是寓义佛法。 有两种意思,一是指佛之说法,如车轮辗转不停。 另一个是指佛法,能摧破众生烦恼邪恶。 就像古印度神话中的转轮王,转动轮宝,摧破山岳岩石一样。 欲佛法轮,一切邪剑,移回,灾害,皆惜消灭。 释迦在路野院,初转法轮后,就有了第一批五个弟子。 这也是佛教组织僧团的开始。 此后他又度化了耶舍,加也三兄弟,以及设立福,木剑莲。 在故乡,他的不少亲属,如唐帝阿纳律,提婆达多,阿南陀,以及他的儿子罗侯罗,都皈依了佛教。 在最初的时候,僧团是只收男弟子,也叫比丘,就是俗称的和尚。 后来养育他长大的,摩合波舌波提,入教后,才开始接纳女弟子,叫做比丘尼,也就是俗称的尼姑。 起初,僧尼团云游四方,无固定住处,后来为了适应与其安居和集会,建立了寺院,又制定了僧众共同遵守的戒律。 当佛陀在八十岁高龄时,行至居师那揭落城外的河边一片茂密的梭罗林时, 佛陀告知弟子们将咬入涅槃,命阿南在梭罗双树中间扑下卧具。 佛陀投朝北方,向右侧眼卧,左足置于右足上。 半夜,佛陀呼出了最后一口气,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 佛陀入灭后,遗体火化,佛舍利分给了各国使者,被视为圣物,并见他供奉。 释迦牟尼成佛的过程,大体就是这样。 并不神秘。 在释迦牟尼生前,重视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, 通过自身对社会和人生苦难的认识与思考,来获得精神解脱。 所以他本人是反对祭祭,反对崇拜偶像,不需要偶像和神来帮助自己。 释迦牟尼成为觉悟者后,也并没有神化自己,而是因为他是苦干,兢兢业业的布道者和社会活动家。 其实在很多的宗教中,像是基督教、道教,在他们的初期都是没有神像或是一些崇拜物,而且也都是反对偶像崇拜的。 然而,和很多的宗教一样,当释迦牟尼去世之后,他就被不断地神化、偶像化。 最初崇拜的偶像并不是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,而是一些象征性的崇拜物。 像是有菩提树、佛陀觉悟的象征,法轮、佛法的象征,佛族、佛陀的象征。 在他去世两百多年之后,孔雀王朝时代,崇拜佛陀的形象就开始出现。 之后,释迦牟尼就被不断地神化、偶像化。 他的生平也被披上了神异的色彩,也就出现了八象成道,简称八象。 就是佛教讲述佛陀一生的八个阶段。 这里面的八个阶段,就不是历史人物,乔达摩·西达多,而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。 八象中的第一象,降兜率相,说释迦牟尼佛在降生到人间前,要先到兜率天内院的净土。 好,护明菩萨,这里就是补处菩萨的地方。 所有来娑婆世界的佛陀都需要在兜率内院,做一生补处菩萨。 之后,护明菩萨成白象,由兜率天降下人间。 第二象,脱胎象,护明菩萨成白象,由摩耶夫人又邪入胎。 第三,降生象,摩耶夫人怀胎十月,在兰坪尼远,护明菩萨从摩耶夫人又邪降生。 出世后就能走路,东西南北各走七步步步步生连,并且龙喷香雨,洗玉佛身。 此日也是后世佛教举办的玉佛节。 第四,出家乡,西达多太子在十九岁这年,顿悟时间无常,于是起了追求圆满无分的宇宙人生真理,以解脱生死痛苦的决心。 在一个夜晚,舍弃世间的情感与荣华富贵,离开王宫替法出家。 第五,降魔像,经过六年苦行,在大菩提树下,金刚宝座上入定禅关。 此时,波寻魔王,怕菩萨成佛后,教导众生学佛解脱,便派三名魔女来诱惑,又派魔兵无数,先来制造种种魔力恐怖。 但菩萨不经不动,最终以微神之力,降伏了魔王与魔君。 第六,成道像,菩萨降伏众魔,终于在菩提树下得成正果,从此佛陀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,好,释迦牟尼佛。 第七,说法像,之后释迦牟尼佛,首先来到陆野院,转法轮,度胶,陈儒等五人,后游历四方,化道群伦,预令众生误佛之鉴,回归本觉。 第八,涅槃像,佛陀终其一生,说法四十多年,八十岁时,在婆罗双树下涅槃。 对于佛教的典籍来说,是极其浩瀚,终其一生也无法变烂。 不过尽管经书繁多,但是其所宣扬的教理教义还算集中,主要是四圣地,八正道,十二因缘,三十七道品,是为释迦牟尼最初的教义。 四圣地的地,以为真理,四种真理就是苦,即灭,道,苦地是讲人生之苦,共有八苦,生老病死,这四苦是肉体上的,还有三苦是精神上的,愿增悔苦,就是不得不与讨厌的人和事凑在一起,爱别离苦,不得不与喜欢的人和事分开知苦。 求不得苦,自己的追求得不到满足之苦,以上的这些苦就归纳为五蕴斥胜苦,人生自身就是诸苦的集合体,对于这八苦也确实是存在的,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其中的几苦,乃至全部八苦。 那么人为何会以诸苦伴随自一生呢? 集地就做了回答,即使集起就是事物集起的原因,即使因苦失果,他解释了造成诸苦的原因,业和祸,主要的根源就是贪、臣、吃、三毒。 那么如何消除呢? 这就是灭地,进行修行,断绝一切贪欲和烦恼,就能达到解脱和涅槃,佛教的最高境界。 如何才能达到解脱呢? 道地就告诉了人们方法和途径,共有八条路可走,就是八正道,也是佛门弟子修行的八项内容。 十二因缘则是佛教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,将生死根源着重讲因果,把人生化为彼此互为因果的十二个环节。 十二因缘因果相续而无间断,使人流转于生死轮回而不能得以处理。 十二因缘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三十说结合起来,用以解释社会中的不平等,人间的不公,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为或解脱前,均在三界六道中生死轮回永无尽期。 现世人们的贫富都是因前生善恶所为的结果。 今生的善恶行为也必然会导致来生的报应。 为了修来世,今生就要行善积德,以免堕入、畜生、地狱、恶鬼三恶道。 佛教对人生的看法认为苦贯穿着一生,像是人们贪爱的本性总是得不到满足,但却总要无限地去追求,这必然产生种种痛苦烦恼,也正是所谓的求不得苦。